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為了要能夠省電 所以我們也把我們的外型做得非常有限 所有汽車也好 汽車也好 其實大部分的能量都消耗在對抗方面 我剛剛停的那台車 號稱1000匹馬力 它可以開到 我記得上次有人開到 三百四百 將近四百公里 三百八到四百的時候 那就是你油門踩到底 就是慢慢等 你沒有別的方法 因為大部分的力量都會被風阻給抵消掉 騎機車也是 其實大部分的力量都會被風阻給抵消掉 我們整個比較流線的外型 可以讓我們的風阻係數降到最低 我們車的風阻係數是1.7.6 一般的計程的風阻係數 騎跳是1 或者是1.2元 或者是1.3 看它怎麼設計 因為它們是汽油車 它不在乎能源用多少 我們是電動汽車 我們很在乎這些能源用多少 所以我們在設計上的時候 把這個車子上面 盡可能做到外觀非常圓潤 所以當你騎的時候 它基本上就是劃過汽油 可以一直往前騎 用掉最少的能源去對抗風阻 所以我們造型機械 拿掉所有非必要的這個造型 然後圓潤順暢沒有任何凝膠 整體板件順暢連續 板件件的空隙是精密 為什麼要把板件之間的間隙做到很精密 因為當你板件一旦有0.5公分的空間的時候 氣額都會衝進去 就會造型流流 所以你的CD value就會上漲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盡可能都做大板件的東西 像我這一塊中間沒有任何結合 對不對 因為這個就是外觀件 這一塊就是外觀件 所以整個外觀件 當空氣過去的時候 它只要沒有縫它就不會鑽進去 沒有鑽進去的話 就會減少它的CD value 我們車上所有地方都是這樣圓潤的造型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人家說你為什麼不做跟傳統機車一樣 很兇的樣子 我知道做很兇的樣子 但是我沒有那個材料 我沒有那樣的能源可以去做很兇去讓大家去浪費 所以我們做得成圓潤 那也把它的板件系跟著所有的線條 盡可能的減少 也是讓它起得可以起得更遠